大家好我是老宅 今天是來帶大家看一下龍珠M的介面 雖然我對電腦版龍珠已經沒有什麼印象 畢竟是小時候的遊戲 就當作全新的遊戲來玩 上面是金幣鑽石體 左上角是頭像跟等級 金幣下方這排是一些活動 節目中間就是各種不同的系統啦 接著我們點開右上角 點選英雄 這裡會看到所有的英雄 上面是目前擁有的 下面灰色的是還沒取得 目前遊戲中開放了21名英雄 每名英雄都很有特色 目前我只練了4名英雄 其他的以後再說吧 緣分增加的能力值 會直接加到所有角色上 接著就是戰鬥啦 三星通關後可以掃到 可以選擇三名英雄上場 露西推圖超好用的喔 左下方是移動搖桿 右下方是攻擊閃避 防禦 左上角可以切換英雄 防禦 防禦不建議自動戰鬥 常常會自己去撞攻擊 接著是大迷宮 大迷宮每天的關卡都不一樣 每一關都用有特殊條件 像我現在這關就是女性關 男性角色會減少傷害 大迷宮內可以使用掃檔功能 只是掃檔會消耗一定血量 如果技術夠好的玩家 手動打還可以無消耗通關 當然技術不好也有可能損更多血 地圖上的藍色點 可以獲得增益霸佛 打贏支揮者就能前往下一層 每一層通關都會獲得龍之金幣 深淵魔獄也很好玩 每天有10個關卡可以挑戰 算是好玩又簡單的系統 詳細我之後會拍另一支影片 教學怎麼打最輕鬆 再來就是最刺激的抽卡 龍族M的抽卡分為三種 金幣抽 普通抽 高級抽 普通抽幾乎都是碎片 高級抽才有機會是英雄 欸 欸 而且免費抽竟然出英雄 也太幸運了吧 平常都抽不到 高級抽10抽有保底 至少會拿到稀有英雄 接著是矮人礦山 這是30等才開放的系統 可以採集金幣跟經驗書 英雄越強採集越多 也可以去掠奪其他玩家 看缺哪個就採集哪個唄 以上就是這支的影片 如果還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影片下方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建議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